那我觀察了一下 應該是除了法律界的同學朋友以外 應該也有諸多是教育界的朋友 所以大家關心這個議題表示 現在的整個行政救濟 不管是一般民眾對行政機關 或者教師在校內對學校的行政處分 有諸多在救濟上的爭議 所謂爭議就是校內的救濟程序 然後還有法院的訴訟程序 所以我拜讀胡老師這篇大作 如果是教育界的朋友 可能在了解我們行政法學上 這個核心的議題 就是不確定法律概念和行政裁糧 這個文章是很有深度的 那當然胡老師是年輕 有原創力的功法學者 他剛剛說自己很叛逆 想要把這個長久以來學界 從德國所引進來 然後運用在我們法院實務界的判斷餘地 要給他消滅掉 那當然這種他自己說的叛逆 或者是一種改革進步的思維 我想這個就有很多角度可以來思考 那這篇文章這個可以說貫穿中外古今的這種格局 那在閱讀上我擔任一個語壇人 比各位早一點看到本文 我也深感佩服 因為他從德國理論的發展 從Bachoff 從烏雷 然後從這個Wolf的理論的形成 然後中間的這個新修正理論的提出 然後到我國學界怎麼樣的去 寄授德國的理論 甚至在法院的判決裡面 怎麼把他引進來 那至少到目前 剛剛所提到的 國內的憲法行政法學的通說 大概還是有判斷餘地 這樣子的一個名詞 然後希望法院尊重行政機關的這種判斷空間 不要進來審查 那這是通說 那通說有他運作上的極限 比如說有一些個案 我們從法院的判決 覺得說你運用通說 是不是變成了護身符 是不是變成是一個掏空 這個叫做真正的訴訟權 所以是有討論的空間 那是不是全部把它消滅掉 我想也是有難度的 那在這個我的語談意見有三點 這個跟各位分享以前 我想要對我們胡老師 他的這種欺騙 向前行的欺騙 勇敢向前行的這種氣魄 希望是一個進步的思維 這個挑戰現有的通說 然後期待是不是能夠落實 訴訟權的保障 我想這個格局跟這個理想性 我們都很佩服 不過剛剛提到的是司法的自我放棄 就是剛剛講不要去做審查了 那人家校內的申訴會 申評會 然後調查報告已經很完整了 是一個司法的自我放棄 或者我們另外有一個原則 叫做司法自我節制 所謂自我節制就是說 它是最後的防線 所以你有爭議的話 當然法官最後做裁決 那其他的部分 專業的機關 他前面所做的這些調查 他的專業意見 是不是要予以尊重 那我們本文 因為篇幅滿大的 我也一邊導讀的方式 把頁數跟各位勾勒一下 第五頁本文作者也提到 有關於獨立委員會 還有專業意見 是不是應該要受到法院的尊重 那我的語談就先從專業委員會開始 然後第二點是希望談談 就是本文的屬人事務 跟教師解聘有關的 第三就是考試的決定 那所謂專業委員會 或專家的意見 胡老師的大作在第七頁 他也有提到我們的NCC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還有我們的第十一頁 有提到公平交易委員會 裡面有牽涉到一個 公平交易法的行政法院判決 那當然我以我比較熟悉的 公平交易委員會的運作 來跟各位分享 行政法院當然包括 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 大部分都還是肯定 這個專業委員會 或者我們叫獨立管制委員會 他有判斷的餘地 要予以尊重 只有在審查適用法規 是不是違法的時候 才來介入審查 不過這個是法院的判決 也擁有不同的意見 也有法院的判決 他認為行政機關的這個叫做 處分或者是決定 法院都可以救濟 這個因為人民不服 所以提起救濟 所以都可以予以審查 那這樣子法院進來審查 就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各位有沒有思考到 因為一個專業機構 他比如說公平交易委員會 他在處罰還 那我們公平法的罰還的額度 那個範圍是很高的 叫做違反的這個公平法的話 5萬以上2500萬以下 那這個額度這麼高 榮有提供處分機關 他一個我們叫做財罰高低的一個財罰基準 那這種財罰基準是等於是說公平會 或者我們說像交通違規的罰單 他固定他都在執行的 他一定有他財罰的一個良行基準 這種良行基準如果法院一定要進來審查的話 就變成去質疑行政專業機關說 你開罰單憑什麼開5萬塊 憑什麼開500萬 憑什麼開2500萬呢 所以的確是會有這樣子說呢 法院介入專業機構的這個 尤其是由委員會他有多元意見所組織的結論 你竟然要把它推翻 那我們過去還發生過 公平會的處分如果不服的話 會有這個叫做宿院救濟 那宿院救濟呢 行政院宿院會也常常去質疑公平會的 我們叫做市場界定的這種專業意見 那這個是我們覺得會產生世界大亂的問題 所以如果本文所提到有關於 有關於由專業委員會 或專家意見的決定的話 應該是不是還是請向法院 要給行政專業委員會 比較大的裁量空間 那第二部分就是本主題所提到的 這個叫做屬人的判斷餘地 那因為剛剛那個場次 對於交施法還有中山國中這個案子 還有大法官702號 都多少有討論到 那我們認為法院在審查這些事實的話 以我參與的 我沒有做到法院的調查 我是做宿院會對於人評會的審查 我們還是認為這個司法救濟的部分 應該還是集中在合法性的審查 妥當於否的話 可能還是要很小心 因為他的申評會 或者他的這個叫做申訴會 他已經做了一個調查 除非你重新再組成專家再予以調查 但是在宿院的撤銷的實務上也有 最多的就是剛剛也有這個前一場次提到的 程序法的問題 比如說他申評會的委員的組織有爭議 或者他兩個省級的申評會 但是他同一批人 那我們還碰到就是這個叫做申評會 主文跟理由有相互矛盾 然後調查事實這個不完整等等之類的 予以撤銷的 好 那有關於國家 我很快一句話 國家考試的決定 當然點示法裡面在本文第17頁有提到 測驗題的這個叫做試題還有答案公布 那申論題的部分 我想請各位關切到 我們現在新修改的點示法 有關於申論題 考卷可以提供考生叫做越覽 就是寫完的考卷 然後這個叫做可以去跟考試院申請越覽 那考試院也已經提供相關的 越覽試卷的相關規定 以後會發生很多的爭議 就是有關於考生越卷後 到底有行政爭議的 有行政救濟的時候 這個爭議怎麼處理 要不要請另外一批這個考官 再來改一次這個叫做考卷 要不要請這個叫做 綁考試院再把錄取或不錄取的 這個綁單重新調整呢 所以像這樣子的考試的問題 是不是還要再回歸到我們本文第十頁 有引到當年319號大法官 對於考試事件的解釋 那我就不延伸了 總之最後我認為本文以挑戰通說的觀點 來期待說法院無從退卻 一定要向前走 一定要向前衝 勇敢的對行政機關 過去的決定加以調查 當然這是質地有深的 很進步有改革力量的思維 但是在本文第18頁的結論也提出了 整理出了一些利弊得失 所謂利弊得失 如果過於嚴格的審查 會不會妨害行政機關的專業決定 那這是我的意見 對於這個叫做人民訴訟權的保障 然後司法不容退卻 和有關於行政機關專業的尊重 然後司法自我節制 這中間找到一個怎麼樣 最理想的平衡點 那這是以上我提供的意見分享 謝謝 我想針對一個就是就 辦理一些公法案件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今天這語談內容 大家在手上有我的語談稿 那基本上我是要來呼應 胡老師裡面提到兩點觀察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法律案件都是先程序後實體 那我們注意到幾個 幾個在程序上面 其實教師權益受損的 這個行政救濟的方式跟範圍 已經逐步去反寬 看起來好像在逐步落實 教師書動權的保障 我這邊提到幾點 一個是最高行政法院 98年7月14號 他開一個這個 庭長法官聯繫會議 做一個決議 這個是相當於法令的一個位階的 他裡面提到教師法33條 有關於教師這個 申訴再申訴 嗜同術院 或者是另外提術院 行政訴訟之間的觀念 非常複雜 為什麼呢 因為中間卡在說這個 他這是針對公立學校 公立學校這個在做 這個續聘不續聘 或者是解聘 的這個處分的時候要暴准 暴准之前 如果老師等不及 就先提書院或行政訴訟 這中間的觀念怎麼樣 是非常錯綜複雜 所以逼著這個 最高行政法院做一個決議 來處理這件事情 那第二點是這個 最高行政法院在104年8月25號 他又做了一次這個 庭長跟法官聯繫會議的決議 提到什麼 提到說公務員如果被打冰燈烤雞 可以做行政救濟 過去平等烤雞被認為 是內部的管理措施 所以不能救濟 所以可以救濟的範圍 好像又放寬一點 那麼最近在105年3月18號 大法官四至736號的解釋 他產世教師法33條和線 裡面特別提到說 並未限制教師提起行政訴訟之權利 看起來好像鼓勵大家去 往行政法院走 但是我這邊會提到說 過於複雜是為什麼過於複雜 因為大家知道 在教室裡面有教評會 針對教評會的這個申訴 有申訴再申訴有申評會 然後這個還有剛剛提到的 術院行政訴訟之的關係 那如果又卡到性評案件 性評本身也有申訴再申訴 那如果你是公立學校的老師 剛剛提到的可能是私立學校 公立學校老師有保訓會 會有這個申訴再申訴 這個中間這個是交錯適用 錯綜複雜的深度 不會輸給 不會輸給這個 我們實務界上 這個針對這個再清條例 以及這個加之事件法 這個訴訟與非中法律的交錯適用 這個如果現場的律師 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作為一個教師權益受懲案件的 承辦律師來講 第一關其實就考慮的是 我要走哪個程序 怎麼走 申訴再申訴 事務院行政訴訟到底哪個有利 好 那我們剛才講 法院看起來好像程序上放寬 大家希望大家趕快進入法院 可是在實體上面 我們就常常看到 法院一旦落入這個 把它落入是判斷餘地的 的範圍裡面 不管是申評會或者是法院 他就會過度尊重屬人性的這種評估特權 他就直接好像看起來就是棄手 形容放棄司法審查 那這樣的結果 其實就是會使得教師好像空走一趟救濟程序 不管之前前面進行的程序有多久 可能半年 可能一年 可能一年半 然後最後結果是你可能得到 申評會或者是法院 他就是照抄 教評會的這個會議紀錄之後告訴你說 我要尊重這個申評會的判斷 或者是教評會的判斷 所以這個其實會使放寬這個程序保障的美意落空 那這個就好像提審法一樣 提審法我們最近法復也有推這個 我要見法官的活動 其實在多途法官他是採取刑事審查的 而不是實施審查的情況之下 這個提審法則在事務上 因為做結果就會變得好像是法院的半日有或一日有 就是這個被逮捕軍事人終於見到法官了 但是法官說沒有問題啊 程序審查 所以就還是一樣維持原來的這個決定 那我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胡老師在論文的第13頁跟14頁 這個原稿是針對老師這個之前的版本的頁數 所以稍微不太正確 第13頁14頁在這邊提到這個 100年這個判治1893號 其實就是蕭曉玲老師的案子嘛 他有提到說在事務判決上常常出現一個問題 法院一旦遇到類似的問題 馬上帶入這個判斷餘地 可認起合法性 我特別找了這個蕭曉玲老師這個案子 100年判治1893號 已經是大家下面看到的這個內容 這個是原審這個北高尾行的判決內容 裡面發現第一句話大家一起看一下 本件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平日之言行 舉止教諸原則法院更為了解 他的意思是說 法官對這個老師其實不瞭解 他的同輩 其他違法的情勢 否則其他機關因與尊重 所以這看起來 其實多數法院操作的結果 操作的結果是形同棄手 但是就像上一場 這個魚台人是法官提到 到底如何跟法官講 到底有沒有審查基準審查辦法 其實有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胡老師 這個文章裡面 關於德國跟台灣學術界的通說 第八頁那邊有做整理 然後第十一頁那邊 其實提到最高行政法院 103點判至66號 他說法院可以審查八點理由 這個是幾乎已經變成 是立稿的一個理由 那這個八點理由 事實上跟這個 德國跟台灣學術的通說 事實上是差不多的 換句話說 其實如果法院要審查 還是可以審查 那我這邊提到幾點 我個人自己在辦案的時候 碰到的情況 譬如說 譬如說 從一開始 申平案件 我之前辦申平案件 親自跑去送這個書狀的時候 承辦人嚇一跳 他說很少看到律師來 很少看到律師來 教師的申平案件 一開始我們常常講 刑事案件裡面 暗中出貢嘛 是不是 那大家在教師的這個 權益救急案件裡面 為什麼一開始申訴的時候 沒有找律師 很奇怪 他們也習慣沒有律師來 因為關起門來比較好做事 所以這一點其實是大家應該要注意的 那我另外我碰到的問題就是說 教明會他的召開有沒有給予 這個陳述意見機會 如果有給 他給的時間夠不夠 我碰到一個情況是 譬如說7月1號通知你 我7月1號做成決議之後 然後就馬上決定7月3號通知老師來做說明 三天期間夠不夠 這是完全不夠的 而且還要看到下面 他不提供資料給你 他不告訴你為什麼被考評 甚至不讓你的律師月券 那種種理由 譬如說要用各自法 用隱私 用少安 用兒少 那這個胡老師在這個 判文章的第十字頁裡面 提到蕭老師案的時候 事實上也有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這些資料不給你看 然後在法律訴訟程序中 採用補證的方式 說讓你可以閱券 那在我碰到的案子裡面 有時候我完全連閱券都閱不到 那甚至是學校給這個聲明會 或者是給法院打遍書狀裡面的 復見他有部分省略不給我看 理由就是跟他佛宗我閱券的理由一樣 基於隱私 各自法 少安 兒少等等的理由 那這個其實會碰到 就是說是不是正當法律程序 保障的問題 也會連結到下面 提到就是說 到底有沒有充分的事證去證明 有這一些不管是 這邊講的是個行為 不僅有所失道的事實 或者是我這邊在裡面提到 在LINE的這個私密群組裡面批評校長 這個算公然無路嗎 可能他們不曉得什麼叫做LINE 什麼叫私密群組 那但是就是用這個理由說是公然無路 就把這個老師要打冰棱烤機 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或者是我這邊提到的 那到底有沒有證據證明說有性騷擾 性霸凌 或者是剛剛這個孫教授特別提到的 我這邊只是提到私生鏈 我沒有想到有教師婚外親的情況 顯然孫教授比較比我更貼近 老師的這個生活權 那另外提到就是說 剛剛孫教授有提到這個比例原則 在老師教師法裡面 其實有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是功過相抵的問題 有的老師這個表現非常良好 譬如說指揮合唱團 非常一切功 結果就因為 因為這個在LINE的私密群組 批評校長 結果他的考技就不好 被打冰的 那這有沒有功過相抵的問題 還有就是 這邊一直提到就是 蕭曉晴老師個案的這個問題 我這邊最後提到就是說 有些校園的人事鬥爭 他隱藏了其他的考慮 他其實這個在工法上面來講 這個是有不當連結禁止的問題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他夾雜其他不正當的因素 不管是剛剛佳曉老師提到 這個不正當的動機 還是說 這個不當連結禁止 因為教職法事實上並沒有 類似像公會法 或者是像團體學業法等等 勞工的這個相關的規定裡面 有說如果這個勞工 因為擔任公會幹部 或者是他進行團體的抗爭 雇主不能夠以這個理由 單以這個理由就把他解雇 那蕭曉晴老師的個案很明顯 他不是為了自己 他是為了課綱 批評課綱之後 但是現在時空環境改變 會看得出來 你們不是沒有這個審查方法 沒有審查基準 看你要不要審查 看你要不要審查 就是教評會平常比較了解老師 所以我就尊重他 就是在律師跟這個學校機關 進行充分 像剛剛這個上一場提到的 這個老師這個不適任的事由 竟然可以逐步的在解聘之後 逐步的增加到上千頁 那這個中間的工房應該是非常之多 可是我們看到法院的判決領域 其實只有那麼一兩句話 這個是我們不希望看到一個 法治國家的法院 應該有的表現 我簡單回應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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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